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里这一点我是比较认可的 范晨晨如今在节目中并没有展示自己在经济方面的能力 主要还是搞根 但是张真元一来就有了高光 放积木环节 他能够继续往前放很多块 而且敢于尝试 最关键的是他从一开始就说了 自己喜欢四名牌 可见他是希望节目有对抗的 这对于如今的跑男而言其实是好事 要知道分跑吧的竞技性是逐渐下降的 李晨转队长之后 为了节目效果很多时候也不尽力了 郑凯作为小猎豹如今也跑不动了 新加入的沙翼 周深和白露在四名牌方面 其实是没有和李晨 郑凯有助对打的能力的 而张真元或许刚好可以平衡一下这种局面 年轻有活力 如今的跑男节目效果已经够多了 需要一位能力不错的小伙子加入 第二点不抢镜头 其实针对这一点看每个人的理解了 抢镜头倒也不完全是坏事 经常去做节目效果的人 自然镜头会多一些 目前张真元和成员们还没有熟络 相对也比较拘谨 自然化也会少很多 但是能看出是一个努力 谦虚的小伙子 其实目前看下来 大家整体对张真元是比较满意的 而且目前的气氛也并没有因为元老的离开而变得不太和谐 目前的跑男 其实在小编看来 张真元的加入是挺合适的 元老离开以后 节目也正式开启了熟悉单女MC们 白露的综艺效果相较于baby 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的张真元 我唯一比较好奇的是他的私名牌能力 现在的私名牌之所以不好看 主要就是能力实在不匹配 按照以前的班子对比来看各位就明白了 李晨可以被陈鹤 邓超以及郑凯司 郑凯可以被李晨 陈鹤 邓超司 大多数常驻嘉宾 其实都不能保证自己在私名牌中保证肯定胜利 李晨虽然强 但是其他人也不算弱 但是现在 除了郑凯 其他人正面几乎无法和李晨对抗 而郑凯 也仅仅只有在面对李晨的时候才会有压力 跑男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正面对抗的私名牌了 就是因为现在的常驻阵容不支持这样去做 刚好现在元老走了一位 我很希望张真元的加入能够让跑男的竞技性提高一些 毕竟 现如今的大多数真人秀实在是开篇舆论了 没有那么精彩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